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3日 星期三 直接和大家 講一下股份 因為其實股市 都沒什麼好說 有些陰跌陰跌的情況 昨天有些反彈 但是 反彈也可能不夠 這一陣子 這樣跌下去 還有市的氣氛 大家的一些 看法想法 都可以完全反映到 市況有多 簡單一點就不行了 會不會再跌 會不會再穿底 我覺得其實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 究竟有些什麼 誘因 甚至有些什麼因素 令到市是可以反彈 現在 真的看不到 或者真的想不到 所以 就 無謂了 無謂說市 總之市就 不花時間說了 直接 講一些股份 不如逐個講 順序講 再講一下 883 日仔的股份 其實我不要說 建材化碎 那 或者這麼說 其實 883 現在都回到 12元 我會覺得 如果是用來收息 即是當擺放的話 我覺得沒有什麼 即是你問我自己 我還拿著貨 其實我也沒有感辭過 那我也拿了一定的數量 不多不少 即是在我的計劃裡面 不是特別多 但是 沒有的 我的心態就是 都是用來擺放收息 都是看著 油價的行程 油價也都會預算 因為 你看到這一段時間 其實是 有 多了很多消息 例如 大家又會突然說 很擔心 經濟衰退 又或者 好像說 例如政治因素 有 有的 是很受這些消息所影響 所以 你預算 其實 會 對 還有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小的市場 是差的 是差的 所以 有些股份 其實你跌 都是幾無奈的事 那 其實 883 其中之一隻 其實我覺得 是 當然 油價 跟它 是高的 所以 油價跌的時間 其實它 157 這一堆 就沒有辦法 一定跟著跌 但是 你覺得油價 還有幾大跌幅 我又不覺得 會多 還有 油價 看好 所以 你問我會不會 除非 它之後 三年大計 那個計劃 派息 會有些更改 例如 它 至少 派息 現在 沒有最少派 或是 派息 沒有上調 如果 不 其實這隻 我還會先拿著 反而 神話 我會想 是否可能 會減持 再轉 解釋 517 再下跌 但是 現在 一切都在延至上組 很多貨 暫時的策略 都在不變的慢變 暫時都不理會 623 其實都安全 不過 623 大家都知道 它的價 跌下去差不多 之前 破迷底 現在 慢慢有些反彈 都爬上來 但是 以色 情況 八八三 應該 今二三年的時間 那個派息 都一定是 二至二四年 這個時間 一定是OK的 所以 我又不怕 先拿著 也無所謂 尤家 和尤家 說真的 現在 是很淡的 但是 一旦經濟復甦的時間 其實這些事情 就會現隱而解 還有 印度 那邊的衝勁 所以 對他沒有什麼感覺 他要跌 就 告訴他 我也不會特別理 這樣 這樣 那 到這一個 往往 九晚 貓眼和海能 海能 其實就是 1138 中遠海能 其實這段時間 不可以怎麼說 為什麼呢 因為運費價格 是保持差的 昨天 跌得比較多 因為昨天 公布出的數字 其實跌幅是厲害的 而且 再次反映 就是 今年第四季的時間 旺貴不和 現在的運費價格 都只有大概四萬多元 四萬多元 其實跟第三季比的話 就差不多 但是 你升不起 因為 上年同期的時間 運費價格 曾經過成差不多 十萬元 以上 所以 今年的表現 真是頑皮 但是 反映了幾件事 第一次是說 你 落地的經濟狀況 大家都覺得是 差那些 第二 因為很多的 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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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那個 對油運的需求量 下跌 現在 變了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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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差 那 是 什麼 真的 是 蠻無奈的 不過 因為我本身 138 拿的貨不多 那 我就 我會拿出去 先 因為之前 跟大家說過 其實 油運版塊 真的好看油價 真的好看油價 那個 沒有看油價 那個 供應量 這個 一旦 供應量 減少的話 油運的 運力角性的情況 就會出現了 導致 那個 運價 那個運價 就會有機會下跌 但是 本身 油運這個辦法 是有的 因為那些 運油的量 其實是供應求的 所以 只要的情況 可能經典的情況 有些改善的話 油運股 我不擔心 反而你說 集裝商那些 都喜歡產能角性 油運股 是因為現在這一刻 運油的 供應量 是少了 才會出現 可能供需 失衡 這個情況 正常情況之下 是不會的 特別是經濟很重要的 情況之下 油運一定會 那個量 就是油運的量 一定會 很大 所以我 暫時會先守住 因為 這隻的運價 真的不太多 所以我會拿著 但是 相比之下 貓眼 貓眼 我還多 一隻 八百三 哈哈 真的不怕透露 這陣子 跌下來 基本上 我知道 平均價 其實我之前 第一次移住 買的 均勢很低 現在 已經是 在帳面上 我也要虧損 虧損 虧損 也不算少 但是 這一隻 我反而會拿著 它 其實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看到 內地的數據 或者是 內地的 關於票房的 狀況 不是很差 消息 新聞 其實都很正面 有一套電影 一閃一閃亮晶晶 因為 差不多20套電影 會在年底 第四季的時間 發展出來 當然 有些電影 出來的反應 是差一點的 但是 一閃一閃亮晶晶 這一套 應該是 12月3日會播的 如星期劇集 但是 現在改編成電影 話說 對此 興趣度 就很高 有些人說是預訂的 預訂的 預訂的數目 都是過億 有些說法 是否是假的 可能是灌水 怎會這麼受歡迎 不得而知 但是 對於它的股價 為何會這麼差 其實 因為 本地很多 一種基金 在體坦內需的時間 可能 連它這一隻 都當成內需股 所以 令它的股價這麼差 而且你見到那些盤子 其實很入 即是 那些買賣盤 可能都是一千幾百股 你看看它現在八個幾 一千股 對八千多元 其實很少 所以 另外一件事 我見到北水 似乎在這一段時間 反而沽貨 因為 我一開始看到它的量 大概是11% 現在只剩下9.5% 所以 它們沽貨 所以可能因為 這種情況之下 導致它的股價 這麼差 令人失望 但是這一隻 我會先守住 我始終覺得 它的業務 特別是內地方面 你見到那個 叫做片戶收入 雖然 跟上一次 即是 一九年相比 一九年的時候 六百幾年相比 今年一定是少很多 因為 叫做 新 那個叫做 國慶節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那個票量收入差 但是 我相信 新聖誕節 那段時間 不會糟 應該會OK的 還有 論估值的維加 這一刻 它那個市值 已經不夠百億 我還是用回 我之前的計算方法 看150億市值 我還會先拿著 我願意先守住 所以 這兩間公司 往往 暫時不能夠順利 二絕 我都會繼續考慮一下 先拿著 那 信心 我都叫我 是信心的 即是 對於他們的形勢 或者現在這一刻 他們的股價 是有些信心 所以 會先拿著 這群股品 另外 納指100已經跟恆之黃金交差 那 那 美股那邊 杜指今年升了超一成 S&P 兩成多超過 但是 他形勢會比較鷹派 因為 基本上 鮑威爾是沒有說過假派 那 如果他說鷹派 的話 市有可能會這樣震盪 但是震盪又不會特別多 我覺得 震完之後 就再升 那 所以 美股那邊 其實勢也很強 很強 港股又真的勢 勢 好弱 另外 1373 都說這件事 其實 又沒有一模糊 這件事 NY我買過 推介過 但是 都是一段時間之前的事 還有 那時候 上一次 他選擇牌式那一刻 那 業績出來差 我選擇牌式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選擇牌式 那 我第一時間估了 那 原因 是因為 他的基本面子真的轉了 所以 我覺得 那一刻已經減了 現在沒有貨 現在沒有貨 那 看到他出現 那 股價再大堆下去 都有一點點 都沒有辦法 業績差 其實 有些股份 基本面子 轉惡化了的時間 其實 你不能不顧 你不能不顧 所以 當日 1373 我賺到去吃 價錢應該不會 但是 他吃之前拍得還可以 這次我之前的時間 當是收息之算 那 那時候 看到他不對勁 就走了 那 我希望 517 不要出現這種情況 但是 沒有辦法 你可以說 這個行業轉差的情況 所以 這股份 既然 這股份 弱了的話 就不需要考慮 那 找機會 等他 可能減一減榜 會好些 那 先 應該大致上 都回答大家的問題 對了 我再看一次 有沒有問題 先 對了 不知道 剛剛有些事情想說 所以 一時之間 忘記做 真的 先 先 原來 已經回答大家的問題 對了 總之 大家 加油 我覺得 現在 越看越不好 很想看 真的 因為 完全看不到 一些很大的轉機 我之前 也是想去 大眼的時間 開著走火 但現在 變成了 暫時 先放著 有靚家 就先走火 因為 現在 我覺得 其實不應該沽火 因為 已經遲了 二 我會覺得 有機會反彈 所以 先等一下 但當然 彈幅就不會太多 你當 現在 可能彈回四、五、六點上去 我覺得 都叫做收火 可以考慮一下 選擇一選擇 這樣 對了 大家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 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